抗美援朝爆发于五十年代初 或者叫冷战初期 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局部战争 当时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那种叫反殖民主义战争 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那个电编斧战域 我觉得那些战争都跟咱们那个抗美援朝比不了 从特别长的历史段来讲 可能抗美援朝在五十年代初 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局部战争 那么抗美援朝应该讲就是新中国立国之战 它奠定了很多后来的历史发展的基础 所以它意义特别大 所以现在我觉得非常值得来探讨一下 抗美援朝应该讲卷入的这个国家是挺多的 现在一般大家这么一个共识 就是在整个战争进程当中 其实南北朝鲜损失还是最大的 因为这个战争发生在半岛本身 然后南方北方应该讲牺牲都是非常大的 这个挺可惜的 应该讲就是有两个国家收益比较大 一个苏联 苏联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得益的 至少在冷战当中 是吧 它开辟了一个新战场 原来冷战的主战场就是在欧洲 后来以色列成立以后又多了一个中东 是吧 那么朝鲜战争以后呢 冷战又多了一个战场 在亚洲 亚洲战场的开闭对美国是不利的 对苏联是很有利的 苏联被认为是一个赢家 还有就是日本 日本肯定是个赢家 本来那个在美国占领之下嘛 然后呢经济也非常凋敝 在就是二战结束以后 日本其实也是受损很重的 但是呢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 日本就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的机遇 在日文书里面出现了一个东西叫 韩战特虚 就是用汉语写的韩战特虚 外面巨大的需求出来了 对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很有好处 所以这两个是赢家 苏家是南北朝鲜 赢家呢是苏联和日本 中美呢应该讲有得有失 是吧 你说美国他遭遇了一场 这个挫折 就是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这是美国建国以来 头一次没有在胜利 书上牵制的一个事情 对美国人来讲 他有点憋屈 投入很大力量 打了一场战争 最后这个结果不理想 中 苏 结盟 就坐实了 在冷战当中 对美国出气是不太有利的 但是美国也是有收获的 因为它保住了南朝鲜 也就是说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 它在陆地上有一个立足点 美国虽然是靠海洋 这个称霸世界 但是在陆地上有一个点还是很重要的 是吧 这个点保住了 另外就是它是确立的威信 它作为西方世界的老大 真的为一个小朋友 打了一仗 这个它的那个 在西方阵营里面的领袖地位 是彻底确定了 对吧 有多有失 咱们中国呢 我待会儿专门讲德士 我的结论是德大于斯 待会儿我专门再分析一下 应该讲就这一场战争 实际上对新中国 对亚洲 对整个全球的冷战格局 都是有影响的 所以非常值得去探讨一下 事实上呢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学术界一直是很关心 是吧 一直在探头 只不过意见很纷纭 下面呢 那个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并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 但是我作为国际关系的学者嘛 对这个问题当然 这个一直是很有兴趣 做过一定的研究 下面我就分享一下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呢 是想这个战争呢 可能得分两个阶段 1950年6月25号 爆发的朝鲜战争 跟1950年10月25号 爆发的抗美援朝 这两个战争性质是不一样的 这得区分开 前面四个月啊 主要的这个作战 双方是南北朝鲜 对不对 当然后来 美国盐河国军 这个领袖的身份 他也加入了 所以以南北双方为主 加上美国 这是第一阶段 是吧 这个本质上呢 有点像朝鲜的内战 有一定国际背景的内战 然后 10月25号以后 性质就不一样了 是吧 10月25号以后 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 就介入了朝鲜战争 对吧 然后战争的性质 就改成了抗美援朝 这两个阶段要划分开 然后请大家注意啊 朝鲜战争的爆发 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整个决策过程 我们这个新中国方面 是不知道的 他主要是这个 一个是朝鲜内部矛盾 就南北都有责任 还有一个呢 应该讲 苏联作用是非常大的 现在很多史料 就已经公布了 是吧 主要是苏联方面 这个具体讲 就是斯大林责任非常大 是吧 他鼓励了北方啊 这个发动战争 所以朝鲜战争是不应该打的 然后中国是没有责任的 但是 抗美援朝代是不得不打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美国介入了朝鲜内战 把这个问题国际化了 对不对 所以朝鲜战争国际化 是美国先调起来的 那国际化之后呢 中国当然就有担忧 因为中国跟朝鲜不是邻居嘛 中国就有担忧 然后中国就发出了警告 说你不要过三八线 在那个50年9月30号 国庆前一天呢 周总理明确的 这个发出声明呢 你不能过三八线呢 对吧 结果当时美国人呢 瞧不起新中国啊 他不管就过了三八线 就占领了平壤 然后直奔中朝边境 另外当时美国飞机 这个在轰炸的时候 也炸到我们这边来了 丹东啊什么都挨炸了嘛 这个所以那个战火 已经烧到我们 这个国土上来了 那么作为一个负责任的 政府他肯定要反应了 对不对 另外呢还有一个 让新中国不得不反应的 就是台湾问题 这个6月25号 朝鲜战争爆发 6月27号 杜鲁门就命令 第七舰队进驻台湾 在台湾的高雄啊 基隆啊就靠岸了 就直接介入我们台湾事务了 所以呢在这个背景 你介入我的内部事务 你的那个军队在朝鲜半岛 要靠近我的边境 而且直接炸了我的 这个我这个地区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啊 他必须要有反应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抗美援朝是不得不打的 是吧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啊 那么朝鲜战争 它的根源呢 再早一点呢 可以追溯到这个 45年2月的亚尔塔会议 大家知道啊 这个二战啊 欧洲战场 到了45年以后 情况已经变了 因为44年 这个6月 不是洛曼底登陆嘛 登陆以后 西方联军就从西部 就进入德国 然后呢 苏联红军就从东部 进入德国 是吧 所以进入45年 欧洲战场啊 结束啊 是个时间问题 那么马上就有一个问题来了 就如何安排战后的欧洲 当时那个反法西斯阵营的三强啊 苏联 美国 英国就要开会了 在哪开会呢 在亚尔塔 就是现在那个克里米亚 有争议的克里米亚 一个小城 亚尔塔 很美的一个小城啊 开了一个亚尔塔会议 这是二战后期 最后一次三巨头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呢 美苏就达成一个共识 什么共识 就是说 这个战后 日本投降以后 朝鲜这个地方啊 进行国际托管 这个东西 其实就有一点问题了 按道理啊 人家朝鲜是一个 统一的民族 你就让人家独立不就完了吗 他说不是 他说这帮小孩 不会自己管 他瞧不起人家 知道吧 说就是小朋友啊 幼儿园大班啊 那个不能自己管啊 然后他说 我要国际托管 国际托管 到底是哪些国家托管 他也没说 实际上我估计 当时双方的默契啊 就是美苏托管 然后大家知道 四五年八月八号 是不是苏联对日本宣战了 对不对 宣战的当天 是吧 一个是苏联红军 远东地区的红军 就进入东北 一个就进入朝鲜 当天就进朝鲜了 朝鲜的分裂 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 知道吧 他实际上是美苏交易的结果 然后最后大家就知道 这个就开始 就是美军苏军 南北各自占领了 对不对 苏联占领了北边 南边就归那个美国啊 接着就来了 下面一个问题 就冷战 如果没有冷战 美苏二战以后合作 那问题倒不大 我估计啊 他们会找到一个办法啊 托管一段时间 还权于朝鲜人民 他就没事了 结果呢 很不幸 他们先分头占领 分头占领完了以后 他们就冷战 冷战以后 都想把占领区 变成自己势力范围 最后呢 是这样的 就这个国际托管 托管之后啊 交联合国 来取代 然后最后 还权于朝鲜老百姓 这么一个承诺就没有了 这一段史实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我今天回顾一下 是告诉大家 澄清一个事实 就是朝鲜的分裂 确实是人为的 人为呢 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不要背这个锅 我们背不起 知道吧 责任是美苏 两个超级大锅 而且跟他们当时 冷战有关系 冷战的需要有关 然后呢 因为双方各自成立的国家 成立的独立的政府 那么矛盾就很大 在三八县地区 冲突就非常的多 五零年六二五之前 沿着这个分界线 军事冲突超过两千多起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等于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干财烈火 一点就燃 知道吧 这个时候呢 应该讲 这个是苏联方面 就起了一点推动作用 苏联因为从他的全球冷战 战略的需要出发 就决定了 允许 朝鲜出兵 然后呢 就有了 六五零年六二五的 朝鲜战争的爆发 北方军队越过了三八县 是吧 进攻了南方 而且呢 打得很顺利 北方军队应该讲 整个装备 整个训练 整个作战能力都非常好 南方确实是不堪一击 很短的时间 他就把南方的部队 挤到釜山的一线 就南边釜山的一线 大概某一个时间点 朝鲜人民军控制了南方 百分之九十的土地 还有百分之九十二的人口 然后呢 这个时候美军就参战了 其实美国人呢 在参战是很早的 他们是 六二五发生战争 六二七他们跑到联合国去 通过了一个决议 谴责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 所以中国是非常冤枉的 中国说这个事我都不知道 我就成了侵略者 因为是美国需要这么一个东西 把朝鲜中国绑在一块 这个时候美国干预台湾 就有理由了 有法理理由 知道吧 你是侵略者 对吧 六二五发起了战争 那我六二七命令 第七舰队进驻高雄基隆 就有道理了 是他有需要 那我就指责我们了 先是法理上是吧 通过联合国搞了一个决议 朝鲜还有中国定义为侵略者 然后后续就很多动作 包括美军参战 那个 然后美军参战以后呢 大概不久就在釜山那一线 顶住了朝鲜人民军的压力 进入到某种僵持阶段 是吧 然后呢 在僵持期间 9月15号 麦克阿瑟将军就发起了仁川登陆 哎呀 这个事情有点遗憾 其实仁川登陆呢 咱们军委 中央军委啊 早就注意到了 而且反复地提醒那个金日成 他们那边有点大意 他那边呢 也有苏联的那个军事顾问 苏联军事顾问就认为呢 说仁川这个鬼地方啊 淤泥特别多 是特别不适合登陆的一个地方 地理上不适合登陆 所以他就有点大意了 放了一小 很小一块意志力量 结果迅速被人家突破 仁川一登陆 整个朝鲜战局就颠倒了 知道吧 朝鲜人民军的阻力在南边嘛 拦腰一截 呦 他的阻力 就被人家封锁了 那么很快 战局扭转 是吧 然后那个美军啊 带着他有个 所谓的联合国军 当时联合国军是16个国家 美国是领袖 还有15个国家 然后当地是南朝选部队了 所谓的联合国军 加南朝选部队就开始反攻 迅速的把汉城就夺了 完了就过了三把线 然后就占领了平壤 然后就到了雅鲁江 然后就逼得中国不得不反应 这就是这个战争的一个基本过程 那么我们大意的可以把战争 分成这样的几个阶段 一个呢就是朝鲜内战 对吧 10月25 进入到抗美援朝 对不对 抗美援朝呢 大概分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就是 著名的五次战域 中国人志愿军 这个词很重要 中国人志愿军 从鸭鲁江出发了 对不对 然后呢 跟美国反复交手 把那个战线呢 推到了三八线附近 对不对 五次战域啊 然后呢 后面就进入到了战略对峙阶段 就双方啊 打了很多著名的战域 什么 伤心岭 蝶雪岭 上甘岭 就是这个是很残酷的 就是阵地绞杀 非常残酷 最后反正上甘岭那一遇 打完美国人知道 打不下来 就是打任何一个山头 代价都非常的大 使人无数 而且也没什么价值 就是一打下一个山头 其实是不能改变 那个整个态势的 对峙态势 对不对 五次战域 使得战线呢 就回到了三八线 后面的战略对峙啊 关键据点的争夺 是对峙 对吧 对峙的结果 是双方都知道 代价太大了 而且付这么大的代价 也无法根本改变战局 于是最后就决定停战谈判 于是就有了 五三年七月二十七号 停战协议 停战协议 咱们这边是中朝方 这个是一方 对吧 中朝一方 然后呢 联合国军是一方 这个 但联合国军实际上 主要代表就是美国了 OK 这就是这个战争的过程啊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初 被称为军事天才 参加过一战和二战 在美国三军中获得勋章 最多的五星上将 麦克阿瑟信心满满 在他的眼中 中国 一个刚刚经历过战争 巨大创伤的民族 一个工业化为零的国家 一支武器极其落后的部队 如何对抗地球上最强大的美军 1950年11月24日 麦克阿瑟曾在前线时 他是表示 一个月内即可结束战斗 让小伙子们在圣诞节回国 圣诞节前让孩子们回家 成了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 麦克阿瑟的自信是有理由的 1950年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28倍 钢产量是中国的146倍 战争中 美国动用了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空军的五分之一 海军的二分之一 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 中国志愿军则靠着两条腿 昼夜不停的急行军 和美军最先进的飞机 坦克 装甲车 争夺着阵地 当美国大兵在前线喝着咖啡 啃着鸡腿时 志愿军则是一把炒面就一把血 军事装备 后勤补给差距如此悬殊 对美军来说 这样的战争不就是屠杀吗 但麦克阿瑟根本没有估计到 一个新生国家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不知道这一群落后的部队 一旦战斗会所能迸发出的强大战斗力 长津湖 松古峰 上甘陵等 一个个让敌人目瞪口袋壮烈战役 秋少云 黄继光等一位位 让敌人心惊胆寒的英勇士兵 让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 眼前这个曾经瞧不起的对手 美军第二步兵是第23团团长 四星上将弗里曼 弗里曼在与志愿军的首次交手中 差点被俘 在事后接受《芝加哥日报》采访时 他诚实地说道 即使没有飞机大炮 他们也能把我们打成傻子一样 而胜利靠的不仅仅是热血 还有智慧 无论是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 志愿军都强调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 用较少的代价 获取较大的战果 打坦克 打碉堡 不靠硬拼 靠智取 用坑道战对付敌人飞机大炮狂轰乱战 用穿插包围对付敌人 优势兵力 侦察兵冒充伪军混入敌人内部 空军单机闯入敌机群 以少胜多 以普通步枪对敌人进行狙击 美军指挥官李奇威在所著的朝鲜战争中 回忆到 中国军队来了 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雷德利 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回忆到 我们在错误的地方 错误的时间 同错误的对手 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我想最后想讲讲这个东西 就是如何看待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因为我们国家很长时间 对朝鲜战争是这样的 首先是肯定的 这是非常伟大的一场战争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 打了一场了不起的战争 但是最近在网络上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网络出来以后 又有一段时间有点争议 觉得这个战争 是不是不应该打呀 代价那么大呀 是不是因为这个战争 把台湾给丢了呀 所以后来就有一些争议 我下面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刚才讲了 朝鲜战争 就是6月25号这一场战争 中国是没有责任的 是吧 整个决策过程是斯大林和金日成做的 中国都不知道这个事 他们做完决策 准备好了才来通知我们 所以我们是很被动 对吧 这是一个 我们没有责任的 这是不应该打的一场战争 我们没有责任的 然后10月25 我们被迫陆朝作战 把美军从亚鲁江推到山巴县 保家卫国 这是不得不打的 因为美国人打到我边境线了 而且它的炸弹真是落到了我们丹东 就我们国境里面 另外刺激我们的就是第七舰队建筑台湾 公然干预台湾失误了 对吧 我们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不得不反应 综合来讲呢 如果衡量 这个事后 我们做事后诸葛亮嘛 我们要 这个做评价的话 应该这么说 就是说 首先呢 就是说 其实这场战争 不是我们主动发起的 对吧 我们是被动应对 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嘛 不是49年10月1号才成立 然后那个解放军陆朝 也就是一年 所以国内啊 百费在心 财政都是很困难的 我们国家近代 一直处在战乱当中 对不对 晚清就老被人家欺负 晚清被民国取代以后 有16年呢 军阀混战 那个现在有一些人 还挺怀念北洋政府时期 这个是不对的 1911侵害革命 到1927年南京定都 这个16年 我们中国是130个军阀控制的国家 这130个军阀 他们之间打了1500场战争 根本谈不上建设 老百姓生不如死 很惨很惨 少数几个文人 家庭条件好的 他活得还不错 但大部分老百姓 真是很惨的 对吧 然后呢 大家知道 31年开始 日本就清华了 对不对 然后14年抗战嘛 现在我们不叫8年抗战 叫14年抗战 接着就是后来的 这个解放战争 所以你要站到 50年代初 50年中国社会的角度去看 整个社会是希望和平的 这个愿望是非常强烈的 对吧 这是人之常情嘛 我经历了这么多战乱 好不容易有一个 强有力的政府 好不容易恢复的平静 当然希望和平了 所以对新中国来讲 参不参战 是非常艰难的一个决定 但是呢 因为形势所迫嘛 最后我们还是 以志愿军的身份就参战了 对吧 现在过去70年了 对吧 我觉得应该是 可以做一个评价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整个这一场战争 是不得不打的 然后呢 我们也付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事后看 这个决策是对的 我个人认为 我们参战的结果是 得大于是